你来我网展现犀利脚法 在足球上踢球的成员各个白发苍苍 但人生其实才开始 他们是已经至少高龄80岁的 日本长青足球员 当中还有人已经93岁 像是足球等强烈接触的运动 因为有受伤风险 在日本原本被视为 是不适合老年人的运动 但在当前65岁以上的长者 占日本人口将近三分之一 迈入老龄化国家后 身体比较健康的日本老人 想法也改变了 日本超过60岁以上的长青足球联盟 是在2002年成立 现在更扩大成立80岁组别 而且当中卧虎藏龙 成员包括在58年前 是日本足球联赛 初代进球王的野村六眼 队员认为长者踢足球不只能运动 还能促进社交 以及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交朋友 堪称好处多多 而在波兰则是有高龄88岁的风凡手 杜德克玩风凡已经有40年 而且很想受教导孩子如何操控风凡 的風帆手 而來到這把年紀 杜德克唯一的讓步是 會避免在風浪太大時 玩風帆 但他還是要繼續 乘風破浪 迎風前行 換句話 林鄒報導